高雄市市政会议才刚刚通过 既有工业管线管理自治条例 引发各界热烈的讨论 没有想到昨天中油又发生了丙溪外泄事件 幸好没有人伤亡 不过这场意外再度引发当地居民的不满 隔着栅栏可以清楚地看到 水柱大量喷洒厂区的画面 这里是中油大林炼油厂 D1区的计量站 11号上午计量站内的六寸丙溪馆发生泄漏 民众闻到异味马上报警 消防局立刻出动洒水稀释丙溪浓度 警方也紧急到场接户并封锁道路 一般我们就是要前后隔离以后 然后再来换那个电片 确认OK以后才来换 这个过程上有一些瑕疵 我认为可能是这样 它的丙溪管管子里面 有一个电片坏掉 在换电片的时候 不慎让丙溪外泄 幸好下午一点管线内的丙溪压力 已经降到每平方公分一公斤 现场危机解除无人伤亡 可是住在附近的居民却很愤怒 他们说中油不只带给地方污染 还让大家随时生活在恐惧之中 民众已经忍耐三四十年了 除了实际上的问题之外 在进入中油厂区完成初步调查后 高雄市副市长陈金德忍不住说出重话 他要求中油必须将管线内残存的丙溪 引导到燃烧塔燃烧 等管线内丙溪排空后 将再请劳工局环保局进一步深入调查 环保局则在现场依空气污染法第31条 开罚中油100万元 记者李慧宜 陈显坤 高雄报导